爱美民众引颈期盼的新一代科技融入家体 日前已经通过卫福部审核并正式登台上市 这项消息对于整形外科来说 犹如注入一道强心针 过去易乳技术始终停滞 直到国外投入研究 融入及家体材质对人体的影响 加上融入后科技的辅助 因此诞生了新一代的甲体 这项挑战为融入界带来什么风潮 又如何考验医师的技术 想融入的民众不妨了解看看 第一个就是它内容物 它内容物是一个属于会流动的细胶 也就是说国动细胶一般来说 我们把它剪开的时候 它就像棉胶 像果冻绵绵的 它是摩滴的 你把它剪开它不会流出来 但是当你把它立起来的时候 它会随着重力 它会逐渐的往下沉 比较做得像例如像仿真的胸部 第二个是它的制程是一体成型的 也就是说它是整个袋子然后用真空的方式 然后把国动细胶灌入就直接把它收紧 相对来说它里面的空隙气泡等等几乎是等于零 第三个就是它表面的微绒毛的材质 它不是正统的传统绒毛面 它是比绒毛还细的微绒毛材质 它有点介于光滑面的柔软度 跟粗糙面的不用按摩 跟身体可以融合的一个特性 那第四个就是它生产批号 它们就会建党 万一如果说十年以后发生 这个材质本身有些恰瑕疵 它召回或是它去追踪的时候 它很容易可以走得到 就是这个袋子放在谁的身上 形成保护毛是人体去对抗 异乌植入的一个排斥反应 摩的手术的观念来说 其实跟绒毛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把空气开得很大 如果说以放大的显微镜来看 它就像额卵石一样 它会让身体的细胞不容易认知 这个材料的特性 进而它不会引发一些 所谓免疫细胞去攻击它 相对来说久而久之 它就可以跟身体和平共存 和平共存以后 它就会变成薄薄的一层膜 它也是夹膜 只是那夹膜是很薄的夹膜 它不会造成软缩 公司的保护有两个 一个是手术 一个是甲体本身产品的品质 以手术来说 它们是提供三年 如果你今天手术完 万一不幸 数后半年一年两年 三年之内产生了夹膜反应 我们会经过一定的程序 就是说我们会帮你拍照 确认你现在状况 甚至有必要我们帮你安排MRI 执政照应 确定里面甲膜两倍的厚度 是不是有问题 那第三个就确定它是三到四级以上的 甲膜软缩 如果说你这些资料 我们统整起来 确定是甲膜反应的话 那我们把这些检查的报告送回去给原厂 原厂那边他们也是有一些医生会去做判断 他们如果认为的确你是因为做了膜的产生了夹膜软缩反应 而且非要开到不可 所以会由原厂提供一笔预算给诊所 原来的医生为你完成夹膜取出或是重做的手术 消费者这一端在三年之内 他是不用付任何一毛费用 第二个就是产品本身他们就提供十年 十年的甲体本身的保护 也就是更换有两种 一个是意外撞击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破裂或渗漏 这个东西也经过一定的检查 如果确定了 他们会提供甲体免费的更换服务 荣乳这个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你投资在自己身上 你漂亮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你不能期待它是永久的 因为我们任何的身体的状况 包括脸啊身体都会老化 也就是说第一个对农乳有一个正确观念 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第二个是我都建议一个患者 你的选择不要超过你的能力 你有一个预算的一个价位带 你就从这个价位带去选择 你喜欢的医生 你喜欢的服务 或者是你适合的带子 没有一个甲体是完美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农乳尽量就是多问几个医生 因为每一个医生对于习惯使用的材料 或者是手术的观念 甚至他的养成背景等等 或者是他经验 这个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都建议至少问个两个医生以上 看看他们讲的一些咨询上的 有没有一些落差很大的地方 那第四个就是选择的效果 你期待的效果 不要受到他人的影响 所以农乳尽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你本身 所以你一定要应用自己的需求 为出发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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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